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 第221集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大家期待已久的传统月饼 对,成功做出来了 而且味道刚刚好不会太甜 这个recipe是皮的recipe 所以你要的话呢 你就去外面买那种变的 变的也是可以 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就做红豆沙也是ok啦 ok,so我买的是这个 米啊,我这个recipe可以做五粒 我这个磨,这个磨是60g的磨 小个的磨啊 首先取出两粒咸蛋黄 so你一定要喝一点那个料酒啦 撒上料酒去腥 好,流到7分钟180度 airfryer啊 ok,烤出来就是这样的咯 ok,这个点 ok,so我们先要倒入 wag ingredients先 so,gordon syrup我们要50g 要淡水 不用放太多的 1 4分之1茶匙就必要 1 4分之1茶匙的减水啊 还有17克的花生油 ok,我们放完我们三个液体的ingredient了 搅匀 搅拌均匀后 加入中筋面粉 继继续搅拌 你搅均匀了 它会是长这样子的啦 所以它是有点不是很粘手的 就是麦芽 麦芽糖 麦芽糖的感觉 但是你要给它定型两个小时 你拿保鲜膜包住啦 就给它放在里面 就是两个小时 然后它就会是这样的 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两小时后拆保鲜膜 你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不会很粘手的 然后假如你是怕粘手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出少许的 放过一点中筋面粉 中筋其实就是普通面 双手都沾上面粉 你的那个皮跟馅料啊 馅料一定要多过皮 切起来的那个感觉 就会不会看到皮比较厚 ok,so你做出来 大概会有140克的面团 所以我们拿来厨余五 厨余五的话就大概28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取出28克的面团 所以蛋黄的话呢 大概是15克这样子啦 所以我们的馅料 你就可以放20克到25克都ok了 所以馅料一定要超过饼皮 这样你的料还会比较多 饼皮就比较薄一点 对,现在是包的是25克 然后再包一个15克的蛋黄 然后你蛋黄一定要包住啊 不然你咖啡出来 对,现在是包的是25克 然后再包一个15克的蛋黄 然后就转皮 皮薄馅多 ok,没有咸蛋的话呢 就35克 但是我要放一点辣 所以我就取掉一点 所以我取掉一个5克 所以我就是30克 ok,我们放的是南瓜籽啊 对,所以等 大概大概啦 你就看你喜欢吃多少啦 所以你就放进去 然后你就抹它 啊,餐在一起 将馅料都揉成团 so,你的手一定要沾一点团 然后就抽大饼皮 ok 然后你就放下去 然后你就盖子 尽量慢慢做 很简单的 就你只要不要太大力 对,万年图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是很容易操作 就转圆圈就可以了 ok 在模具上撒上面粉 你就放下去 压它 压一个 三到四下啦 三到四下 哇,好美啊 你不用怕它 很多粉 等下你用brush 烧掉它就可以了 四方形的话呢 因为圆形它吃不进嘛 所以你弄成一桶圆形 嗯哼 很长的 对 不要忘记它 一样压三到四下就好 这时候呢你就撒掉那些 多余的粉 多余的粉 接下来喷点水 让月饼潮湿一些 ok,就放中格 一样要当风 一样要当风 我们要烤两轮 150度 烤7分钟啦 ok 7分钟后 嗯,它烤出来会更鲜艳的颜色 准备一粒蛋黄 倒入10克的水 搅拌均匀 过筛 所以你的手指 所以你的手指 尽量选那种 毛刷 因为我研究到 假如你用 Rubble的 烤出来的颜色 没有这样散色 就是会有点黑 有点白 没有这样均匀 轻轻地刷上蛋液 把过多的蛋液 用纸巾擦掉 OK 你尽量不要沾到太多蛋液 不然它烤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深 来烤第一次后 要等多久才烤第二次呢 你要给它 15分钟 15分钟啊 这个要烤先 这个已经放很久了的 烤几久 烤一个20分钟 140度 20分钟 140度啊 好,来 我移一下位置 这个就是烤出来的成果 这是我放了三到四天 所以它完全就是回油了 嗯 你看 你做好的月饼 你不是当下可以吃的哦 你要多放几天哦 对 要给它回油 来 哎呀 这个就是我们放了 好漂亮哦 三四天的月饼啊 它已经回油回购了 OK 所以你看 假如我蛋液放太多 就会有这个两个颜色的色差 嗯 这是蛋液放太多的样子 哇 那个鲜蛋很美哦 这个真的有荀 好,我觉得你切两个痛 切两个好 切两个好 一盏一盏中 咚咚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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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今天直播呢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